新北市长选举 蓝绿候选人首度正面交锋 公办辩论会昨天举行 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与对手民进党候选人苏贞昌攻防不断 从深奥燃煤电厂到市政延续 以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新装购地争议 双方是有来有往炮火四射 新北市长公办辩论会 首先登场的是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他先离后宾向对手民进党候选人苏贞昌致意 首度正面交锋的两个人攻防不断 很多的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的投入 老县长以前没有做的 我们已经都爱做了 像运动中心 投赢 拖劳 三环三线 挂中央的土果然没变 这是一个要争取的时代 我们看未来包括长照 包括停车场 包括水环境 前瞻预算几千亿在那里 要一个懂得争取 侯友宜认为市政是延续的没有猪龟喉髓的问题 还将大台北比喻为一条鱼 强调新北市是最主要的鱼身 苏贞昌强调中央的资源要懂得利用与争取 从老人假牙政策到深奥染眉议题 双方一来一往炮火四射 侯友宜痛批选举让东厂又出现 东厂又来了 这两天又要在选举的辩论之前 制造这样一个影射 制造这样一个混乱 某些让候选人来受到影响 新庄土地自己讲说是继承 土地登记部一拿出来 就明明是买卖 还是当副市长时后去新庄买的 不要怕检验 反而这是你的机会 那如果觉得有谁也往里要问什么 那我们电视台交叉结问不是最好吗 辩论会中没有交叉结问 苏贞昌借机批评侯友宜怕检验 还不断提出当年台北县长的时代 他所做的政策 证明他的政绩要市民再给他机会 侯友宜则强调 他并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没有政党包袱 却也被苏贞昌回击 不要选票有颜色 对外没颜色 记者综合报道 因应新屋故宫北院整建及扩建计划 北院预计从109年起要闭馆三年 整修期间文物将会迁移到南院来展出 接着来看我们的报道 拉开帷幕墓内经典化作草地上的午餐 首度来台亮相 故宫难得邀请到俄罗斯国立博物馆 馆藏文物交流展览 院长陈其南亲自开箱 主办方有信心掀起参观人潮 不过同一天故宫也遭立委爆料 109年起北院将闭关三年进行整修 有讨论说到底要不要闭款 政管要封闭的状况之下 你在讨论如何把国宝放到嘉义 你这会让人联想 你是不是来替你这些嘉义县长 来做这样子的背书 立委表示故宫北院每年吸引 四五百万名观光客入场 闭馆滋事体大 而国际上大英博物馆 法国罗浮宫等整修时 都从未封闭展馆 陈其南回应北院南院都是故宫 所以对故宫而言 没有闭馆的问题 不过学者指出南院困境 恰好就是缺乏经典文物 因此质疑整修是打假球 其用意还是在于 拯救南院的观光潮 国际观光客一团 接着一团进场参观 故宫北院是国际观光客 来台旅游的指标之一 导游表示过去故宫整修 仍会开放部分展览 从未闭馆长达三年之久 学者则认为整修可分阶段 时辰进行 否则恐怕冲击北部观光 记者黄一金郭俊林 台北报道 台铁普悠玛叙故 造成十八个人离难 而台东董家就痛失了八位亲人 昨天举行公祭 交通部长吴鸿蒙 以及台铁局长张正元 前往致哀 张正元在接受媒体询问 双驾驶机制的时候表示 等事故调查结束之后 将会再研究 不排除回复成为单驾驶制 台铁产业工会批评 台铁政策反复 安全的问题没有解决 也没有提出增补人力 等于没有检讨改变 台东董家在一零二一台铁 普悠玛翻车事故中 顿失八位亲人 十二号举行公祭 交通部长吴侯谋 台铁局长张正元都前往致哀 董家人悲痛万分 但仍决定捐出三套心肌梗塞 的急救器材给台东县消防局 帮助抢救更多生命 台铁局长张正元表示 普悠玛事故所有罹難者的善后 事宜告一段落 下周就启动与罹難者及伤者协商 相关的赔偿事宜 另外针对因为普悠玛事故 发生启动的双驾驶机制 则不排除取消 取消双驾驶改为单驾驶 因为现在科技进步 那这一次呢 特别针对普悠玛这段时间 我们希望给他更大的保障 所以我们用双驾驶 那等这个所有的事故 厘清改善都完成之后 我们会再来思考这件事情 张正元表示台铁在过去 蒸汽火车柴油火车时期 是双驾驶 随着科技进步 机械设备改良 交通工具更安全了 才实施单驾驶 之后普悠玛事故厘清 会再好好研究 不过台铁产业工会批评 双驾驶政策反复 根本只是应付舆论 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台铁产业工会指出 当初为了双驾驶 台铁希望退休司机员 回来帮忙 但意愿不高 又发生要求同人进驾的状况 显示人力吃紧问题 产业工会认为 双驾驶政策是好意 能够更加安全 但如果等调查结束 就取消 也没有提出新的人力增补 一切等同于 没有检讨改变 记者台东综合报道 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 为了考量失能 或者是癌悟患者 无法外出就医 健保署两年前 开始推动了居家医疗 让西医师跟护理师 到家里头看病 并且可以获得健保给付 而日前在扩大范围 把中医师 药师以及牙医师也纳入 最快明年一月正式上路 筋骨酸痛或癌症疼痛 有些民众会到中医人所 针灸缓解症状 未来如果是因失能 无法外出就医者 中医师可以到家里 做医疗照护同样享有健保给付 当然能到家里是比较方便 但是要有专业 台湾已经迈入高龄社会 健保署两年前开始推动居家医疗 让西医和护理师到家里看病 根据统计 这项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 上路第一年就服务七千多人次 去年增加到三点二万人次 今年一到九月 就已经累积四点九万人次 是第一年的六点四倍 参与的医疗运所也增交到两千三百二十八家 服务团队有两百一十四个 为了考量高龄长者需求 修订整合照护计划 将中医师 药师及牙医师也纳入 健保署强调民众如果有居家医疗需求 可以向各县市照管中心生计划 由各管事評估後提供居家照護項目 而這項新制目前已經送衛福部核定 如果順利最快明年1月正式上路 記者來自明講龍翔 台北報導